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新北市金山高中是教育部促进经济技职教育计划的专案成员之一 而在今年专案进行第二年的烘焙课程,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果,您可以看看 而在成果发表会线上,就很像欧式面包的烘焙方 学生们的作品让大伙都相当惊艳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承办教育部促进精进技职教育计划专案 借游记专院校与高中职的协作,以及和产业界签约结盟达成互惠合作 而金山高中就是参与计划成员之一 专案进行到第二年,金山高中餐饮学程中的烘焙课程 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果,举办成果发表会 而现场宛如欧式面包坊一般,一点都不像是还在学习学生的作品 很开心就是今天能够来到金山高中,然后参与到他们的成果站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就是明年还有一年 那希望说我们可以陆陆续续在一直在跟金山高中这边一起再做一个结合 那今天沿路上从校门口就已经闻到好香的面包味 那我们也很开心教育部的这个计划案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一些非三非四的学校 在这项计划专案中,由业界相当知名的烘焙熟悉太阳之首五五线技术总监 以及他的优秀学生也是金山高中毕业校友的许仁杰 共同注点这道学生,将烘焙记忆代代传承 而五五线技术总监也在成果发表会上 给与餐饮学程的学生勉励与鼓励 这几年下来不断的跟一些学生有互动 跟学校教育部有一个专案之后 不断的跟学生有互动 然后学生也很有成就感 然后需要要一个技术的提升 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就 他们就愿意投入这个行业 才不会说要学义之用 才不会学义不用 这样很浪费 就是北科大承接教育部的这个案子 给金山高中参与学生孩子们的这样学习的机会 那五线师傅是一直注点在我们金山高中 那我也很希望这个案子 能够继续的合作 让孩子有更多元的学习的机会 而金山高中特别办理成果站与学校烘焙食物课程做结合 让学生展现多元的学习与表现 金山高中士生团队一直致力于 让每一位孩子适性养财 进入多元课程 让学生培养兴趣 并让记忆养成 让未来毕业及就业 无缝接轨 将不再继续梦想 介绍品和金山采访报道